七子一揮電動賽車出發 就算沒有轟隆隆的引擎聲 也在賽道上急如閃電 它是全台第一輛無人駕駛的電動賽車 好幾輛賽車公開展示 擺在一起超壯觀 這些都是由清華大學學生設計 因為熱愛賽車組成70人的賽車工廠 他們來自各個科系 以往都是打造汽油車 不過這台第七代賽車不一樣 因為是我們第一次嘗試無人車 所以在系統整合的部分 以及將無人車引入到我們的 原本電車系統裡面 這部分我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清華賽車工廠團隊耗時十個月 打造全台第一輛無人駕駛的賽車 編號TH07 它今年8月即將遠赴歐洲為台爭光 今年8月份我們預計還是去挑戰 全面方程式的電堂德國賽 以及捷克賽 那這也是目前歐洲 歐洲的最大的一個算是一個賽事 將車子做的輕量化的一些表現 以及對於電池的熱管理做一些完善的分析 TH07光是重量就比上一代少了四十公斤 一代比一代更精進 清淡賽車工廠過去就拿下很多輝煌成績 今年8月又將遠赴歐洲 全台第一輛無人駕駛的電動賽車 他們準備好為國爭光 三日新聞章號以李沛賢新竹采訪報導 至於連技衛部 mainstream ір光 體重Care 甚至 充足